好 下週二開始呢 臺中和苗栗要開始 供五停二的限水措施 但卻有社區大樓在這個時候 大漏水實在是非常的浪費 我們就當年看到 現在全臺真的是鬧水荒 全臺水庫的蓄水量都非常的低 包括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德基水庫 目前的蓄水量只剩百分之五點四 而這個苗栗的永和栓水庫 只剩下百分之九 再來看到嘉義的增穩水庫 也只剩下百分之十一點四 三期水庇單公共用水度數三級跳 從三百七十九度以下跳到五千六百三十二度 第三期更多八千零一十三度 等於用了八千多噸的水 社區沒有游泳池 卻用了八千多噸水 住戶超傻眼 管理員找水電檢查 確認是社區管線漏水了 三期的用水暴增 代表至少漏了五個多月的水 下週就要漸水了 居民希望趕快修好 不然實在太浪費水資源 台中這間國小則是有家長投訴 老師說下禮拜二因為停水 中午要尿乾淨 下午就不能去上廁所 煩導師要求中午過後不能上廁所 媽媽聽了不敢相信 因為怕小孩講的會有出路 所以我又再去問了另外一個家長 請他再去確認他的小孩 是否有講這件事 他確認後說有 媽媽說每週有三天上課到下午三點半 中午到放學有三個小時 不能上廁所 很不人道 校長出面否認 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不會去影響到孩子的生理需求 校長問過該班級導師 確認沒禁止學童上廁所 可能是誤解意思 會加強宣導解釋 廁所所有的用水都是用地下水井這一口水 跟這一次的限水完全沒有關係 校長強調停水時只要求學生帶一到兩壺水到學校喝 其他用水和上廁所沖水絕對足夠 請家長們安心 華視新闻 匈牡蕾小夜 台中報道